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在这种高处作业有交叉作业 那么交叉作业的时候我们特别害怕的就是上下层交叉作业 上层有这个高空坠落是吧 有物体高空坠落 那么就会有什么 就会有物体打击是吧 所以说那么在下层交叉作业的时候 下层作业的位置 那肯定要处在上层作业的坠落半径的外侧 是不是啊 坠落半径之外 因此呢 他给了四个 划分了四个等级 那么作业高度如果是二到五的话 那么我们的坠落半径最起码是三米 所以说无论怎样 就是我们只要是有交叉作业 那么我们的这个坠落半径 最小是三米 所以这个三我认为大家有必要记住 那么这四个等级呢 从三到六 每个等级加一米 最大的是六米 超过三十米 无论你是五十米还是一百米 那么坠落半径 六米 是吧 坠落半径六米 那么在中间我们用五到十五划分了四米 十五到三十 坠落半径是五米 明白 其实很好记的一个事情 是吧 好 那最小值和最大值 三和六 好 那么交叉作业的时候 坠落半径内应该设置 坠落半径以内肯定是最危险的 那么最危险的这个范围应该设什么呢 肯定要有防护措施啊 是吧 那么安全防护棚或者是防护网等安全防护措施 那么当尚未设置这种安全防护措施的时候 那么应该怎么办呢 应该设置隔离区 隔离区的意思就是你在坠落半径以内禁止人员进入 是吧 表达的很全面是吧 要么如果说你允许人员进入的话 那就要设置安全隔离措施 如果没有设置的话 设置警戒线禁止人员入内是吧 那么处于起重机的这种币价回转范围 就是像我胳膊一样这种 那么应该搭设安全防护棚 这很简单 施工人员进出的通道口应该搭设安全防护棚 这个我们到施工现场的时候 这个大家都有感官的运势 是吧 任何的建筑通道出入口都有安全防护棚 那么不得在安全防护棚的棚顶来堆放建筑材料 因为它这个承载力是相当一般的 那么当采用脚手架来搭设安全防护棚的时候呢 应该符合国家现行的关于脚手架搭设的相关的规范 那么这就相当于要遵照我们之前所学的脚手架搭设的技术规定 那么对于搭设脚手架和设置安全防护棚的交叉作业 应该设置安全防护网 设置安全防护网 就对于这种交叉作业 搭设脚手架和设置安全防护棚的时候 还要这个张设这种安全防护网 那么当在多层高层建筑这个外立面施工的时候 应该在二层及以上每隔四层都要设置一道固定的安全防护网 那么同时设置一道随施工高度提升的安全防护网 我们都知道在建筑物的外立面有绿色的逆幕式安全立网 是吧 密幕式安全立网呢 它悬挂在双排脚手架的话 悬挂在外排脚手架的立杆的内侧 是吧 那么它的作用呢 可以防止对我们这个建筑外侧的一些影响 对吧 可以防止我们人员这个掉落是吧 物体的坠落那掉到外侧 但是如果说是高空坠落 那么它有一个由上到下一个坠落的高度 那么所以说为了防止这样的高空坠落 我们要设置安全平网 所以说它说的这个固定的安全防护网指的是水平方向的 因此首先那地面是一层这就不用设了 所以说首先应该在二层 对吧 二层 那就是离着地面有一层的层高啊 二层设置一个安全平网 白色的 是吧 然后在每隔几层呢 隔四层再有一道安全平网 也就是说假如有人员或物体不顺坠落 至少还有一道安全平网 起到一个阻碍的一个阻隔的或者是一个安全措施 不至于说从很高的地方直接自由落体坠落到地面上 是不是 好嘞 那么安全防护棚搭设的相关的规定 当安全防护棚只是人行通道的话 非机动车辆通行 那么棚底是地面的高度不应该小于三米 不应该小于三米 因为只是人员通行嘛 人的平均身高一米几啊 是不是 那也就是一米七五这个样子吧 顶多再拿着一点高高的比较高的一些物品等等 所以说三米足够了 是吧 那么咱家里的门也就两米高 是吧 所以说三米的层高可以了 那么当安全防护棚为机动车辆通行的时候 机动车辆通行的时候 那么这个高度就要提高了 是吧 最少是多少 不应小于几米 四米 这个四米 我们在前面讲消防通道 的时候还能记得我们生命的安全宽度 刚才用木质板来搭设这种防护棚的时候 应该搭设双层 比如说对于高层建筑 我们要用木质板来搭设防护棚的话 得是双层 为了保证这个棚顶的这个承载力 让双层安全性 两层防护的间距不应小于700 在这儿是考过单选题的 双层防护棚的间距不应小于多少 700 那么安全防护棚的高度是多少 这个安全防护棚的高度和上面这个机动车通行的这个一样 最小是四米 最小是四米 当安全防护棚的棚顶采用竹巴 这个竹皮竹皮一样的那种 就竹巴 我们之前看过图片应该是 竹巴或者是木质板搭设的时候 那么应该采用双层搭设 间距不应小于700 当采用木质板或其他与它等强度的材料搭设的时候 可采用单层搭设 那么木板的厚度不应小于5公分 就是50个毫米 防护棚的长度应根据建筑的高度和可能坠落的半径来确定 这是课本上的原话 我觉得这一个自然段设置的有问题 我认为它不会考你的 考你顶多是这儿考你 我们看它的问题 采用竹巴或者木质板搭设的时候 可以是双层 应该是双层 那么双层的间距不应小于多少 700 对不对 好 那么紧跟着就说木质板或等强度 那么木质板这儿不也有吗 采用木质板搭设不是双层吗 那这个地方又是采用木质板或等强度 搭设可以采用单层 又说可以采用单层 我觉得本身这块就有混乱 是吧 其实就是说用木质板搭设的时候 为了保证安全防护棚的安全性 尽可能的是什么 双层 尽可能是双层 所以说你不用care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自然段搞不懂是谁的语文不好 没有搞清楚 这个就可以了 这个自然段就可以了 考你顶多考你这个防护棚的底到地面的高度 如果机动车通行的话 最少是四米 人行的话 最少是几米 三米 那么双层防护棚的话 这个高度最少是多少 七百 可以了 是不是啊 可以了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说一下 建筑施工的安全网 那么这个安全网的材质 规格 物理性质 耐火性 阻然性 都应该满足国家的标准 这个没有任何考点 那么我们最常见的 就像刚刚这个图片当中见到的这个 就叫绿色的蜜目是安全力网 竖着的 是吧 安全力网 那么它的蜜目的密度 最小应该是多少 应该为每一百个平方厘米 面积上应该什么 大于或等于两千目 最小是这个样子 越密越好 是吧 所以说 每一千 每一百个 这个 每一百平方厘米上 要大于等于两千目 两千目 所以说大家看到 这样的一个安全力 力网 蜜目是安全网 大家能看到这个吗 两千目 一百平方毫米 满足要求了 是吧 最起码应该等于它 最好是大于它 是不是 好 那么我们前面说过说 安全防护网 在二层 及以上 每隔四层 要设置安全防护网 它指的是这个安全平网 安全平网 前面还有印象吗 我们这个水平洞口 当它短边 大于一米五的时候 我们要设树 然后还要张设安全平网 就是这个东西 所以说采用平网防护的时候 严禁采用这种蜜目式安全力网 来代替它 它俩的这个性质 差异很大 它强度是很大的 强度是很大的 好 那么接下来 在这方面 我们看一个完整的案例题 这是这个题目的背景知识 我们就不看了 我们直接看 需要在施工组织设计当中 制定安全技术措施的高处作业 还有哪些 其实就是一个简单题 高处作业需要制定安全措施的高处作业 有哪些 想一想 这个题目可以说把我们上节课讲的 和这节课讲的进行一个串联 哪些需要制定安全措施呢 高处作业 比方说一些什么 临边洞口 比方说我们的这个攀登与悬空作业 比方说高处作业 都需要制定安全措施 是不是 我们现在讲的不就是这个吗 所以说制定安全措施的高处作业项 还有临边及洞口作业 攀登与悬空作业 操作平台 操作平台 刚才说高处作业了 这些都有 是不是 都有 那么操作平台 还有交叉作业及安全防护措施 其实你针对这个 你记一下 这个答案你记住 还得记住 它的题目是什么 现在有很多同学 比方说这个东西 它背的很溜 但是它不知道 这是针对什么问题 回答的这个内容 这不可以 你不仅要知道答案 还要知道问的是什么 还要知道问的是什么 好嘞 关于这个小小的简单题 说到这里 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下拆除工程 这儿一般不考 一般不考 我们简单 快速的过一下 拆除工程的安全控制要点 人工拆除 那么拆除的话 肯定是由上至下 是吧 因为它有力的传递 肯定是先拆上部的结构 由上至下 按照板 非承重墙 然后梁 承重墙 还有柱子 所以说大家要搞清楚 水平构建先拆除 竖项构建最后拆除 是不是 所以说你看一下 梁 板 是要比墙和柱子先拆除 对不对 那为什么这个墙在前面 因为它是非承重的 因为它是非承重的 这个顺序要给我搞清楚 万一在这出个题 人工拆除的顺序 应该怎么排列 你要会排板在最前面 板拆除了非承重墙 然后再就是梁 然后是承重墙 是柱子 按照这样的顺序来拆除 或者是按照 先拆非承重 后拆承重 一定要注意顺序 那么拆除施工 应该逐层拆除 分段进行 不得垂直交叉作业 那么作业面的孔洞 应该加以封闭 拆除建筑的像栏杆 楼梯 楼板等构建 应该与建筑结构 整体拆除的进度相结合 因为它毕竟是一个什么 一个交通的一个枢纽 不得先行拆除 那么建筑的承重 梁柱 应该在其所承载的 全部构建 拆除以后再进行拆除 这个大家肯定理解 它还要承担上部的一些构建的重量 它怎么可能会先拆除呢 肯定是 它承担的上部 所有的都拆除之后 才能拆除它 是不是 好 人工拆除 人工拆除 好 那么机械拆除作业时的 安全技术措施 拆除施工的时候 应该按照专项施工方案的设计 选定的机械设备 及雕桩方案进行施工 严禁潮载作业 或者是任意扩大使用范围 那么共机械设备使用的场地 必须保证有足够的承载力 确保这个机械设备啊 不发生坍塌轻浮的工作面 作业中机械的回转和行走 是不得同时进行到 这个稍微注意一下 前面我们讲过汽车 汽车吊 汽车吊车也就是 它能不能带贺载行驶 不可以 停在那里 是不是啊 开到那里 不能带载行驶 不能带载行驶 好 那么 拆除程序 应该是由上至下逐层逐断 刚才是我们人工 这是机械 但是拆除的这个顺序 都是一样的 先拆非承重 后拆承重 是不是 好 那对 只拆除一部分的这种建筑物 那必须将保留的部分 进行一个加固 然后再进行分离拆除 了解即可 那么当进行高处 拆除作业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啊 高处拆除作业的时候 对于较大尺寸的构建或沉重的这样的一些材料 必须采用起重机具来掉下 拆卸下来的各种材料要及时的清理 分类堆放到指定的场所 沿济向下抛制 这个大家都清楚啊 否则很容易造成这个危险 危险事故 那么为什么要分类 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些建筑材料也是我们要努力的把它变废为保 因为任何材料或者是能源资源它都是有限的 然后我们国家现在的建设量特别大啊 最近我们国家当时统计过哈 161718年 指这三年 我们的混凝土 这个这个施工的量 那就是我们的建设量 已经达到美国近100年的一个建设量 可见它有多大的一个建设规模 每年我们要生产啊 这个16亿吨 在16年的时候 我们生产水泥是16亿吨 折合混凝土是80亿立方 啊 80亿立方 它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量 所以说现在我们有很多的研究学者 就在做废弃砖瓦混凝土的研究 就说你拆下来的这些钢筋要剔出来 钢筋是可以 它是可再生能源 可以重新熔炉的 回炉的是吧 那么对于这种钢筋抽出来以后 剩下这个混凝土干什么 可以进入设备之后进行什么 破碎 破碎之后 它可以做再生骨料 还有一种呢 就是现在 虽然说我们的处理的技术成本很高 但是以后随着技术的发展 它可能会价格会降下来 就是说把我们这个沙子和石子 剔除出来以后 那个浆 那个硬化的水泥浆体 再重新进入水泥窑 高温再烧 这叫再生水泥 就要再生水泥 所以说对于这种建筑垃圾 现在并不是像过去一样 简单的填埋等等 不是的 我们现在要消化它 现在要消化它 让它变费为宝 变费为宝 好 接下来我们讲一下建筑机具 机械设备 首先塔吊 塔吊这个关于它的基础 必须要经过设计验算 这没有任何考点 验收合格以后 才可使用 那当然如果你基础不稳的话 何谈你来施工啊 那太危险了 是吧 那么基础周围应该修筑边坡和排水设施 并与基坑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 毕竟挖基坑是一个卸载 所以说你的卸载 挖基坑会影响周围环境 会影响周围的建筑物 购置物地下的管线还有路面 会造成他们的沉降 所以说你必须要和基坑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 否则就会影响我们吊车 是吧 那么塔吊的拆装 必须配备以下人员 这是非常非常专业性的一项工作 所以说必须要持正上岗 哪些人员呢 是有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的项目负责人和安全负责人 这是两个管理人员 那么还有这种机械管理人员 这是相当于是专业的管理人员了 这三个管理人员 项目负责人 安全负责人 再一个就是机械管理人员 那么具有这种建筑施工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 也就是持正上岗这个作业证 它是特殊工种嘛 那么持正上岗的建筑起重机等 专业人员有哪些 曾经一键的案例题就考过 就是起重机 安装拆卸相关的专业人员有哪些持正上岗的 就是这个安装拆卸工 起重司机 起重信号工 思索工等特殊作业操作人员 就这几个 但是我认为再次同样靠这个问题的概率很小了啊 因为相当于其实这些都是一些司空见惯的 是吧啊 那这个题目考大家 拿满分有可能 有些同学拿不到 但是我估计像这种安装拆卸工或司机啊 信号工应该总之能打出来几个吧 是不是啊 打出来几个啊 好 那么突然停电的时候 如果说你正好叼着重物 那么目前啊 或现在突然停电了 应该怎么做 应该立即把所有的控制器回拨到零位 那么断开电源开关 并采取措施 无论你是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一层一层用这种操作平台将那个重物接下来还是怎样 总之你要把重物安全的降到地面 炎剂起重掉物 长时间悬挂在空中 这是极为危险的 一定要注意哈 是要把所有的控制器回拨到零位 而且要什么 要断开电源开关 为什么 警方突然来电 你这个重物不就无所适从了吗 如果说还没有人的话 是不是啊 所以说一旦突然停电啊 一定要立马把开关回拨到零位 断开电源 是吧 啊 断开电源 就好比你家里如果突然停电了 是吧 啊 那你会怎么办 那肯定要登的开关 所有通通都要关掉 是吧 啊 不至于说等他突然来电的话 你所有的这个仪器设备 你家里的家用电器等等都同时亮起来了 是吧 或操作 或是都运转起来了 挺吓人的 是不是 所以说我们要强调一下这个哈 那么又六级级以上的大风或大雨 大雾啊 大雪等恶劣天气的时候 应该停止塔调的露天作业 我相信这个是非常好理解的 是吧 雨雪过后或雨雪中作业的时候 应该进行试调 确定我们的制动器 啊 制动就是刹车啊 啊 灵明可靠以后方可进行作业 了解即可 那么在起调贺载达到这个额定起重量的90%的时候 关于这个点还是经常考到达到你的额定起重量90%已经快接近上线了 接近极限了可以说这手怎么办 能不能掉得起来 肯定啊 他没有到他的额定的满载的这个起重量是吧 达到90%这一时候就需要试调啊 尝试的调一调看看怎么样 对吧 要试调起来离地面多少呢 不大于20公分啊 我这手的高度就15公分啊 差不多就离地这么一块 不大于20公分 那么你起调这么一块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 检查一下安全性 检查谁的安全性 首先看看你这个塔吊是不是稳啊 是不是你的制动器怎么样啊 绑扎的是否牢固啊 是不是 你也就检查这些吧 所以说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看看你起重机的稳定性 刹车制动器的可靠性 重物的平稳性 绑扎的牢固性 是这些吧 四个东西 因此如果人家考你一个简答题的话 达到额定起重量90% 需要掉起来离地面不超过多少20公分 那要应该检查什么呢 这四个东西 OK简答题啊 简答题 好 那么重物的提升还有降落都要匀速啊 都要匀速 严禁忽快忽慢和突然制动 是吧 那样子的话 突然制动的话 这个动能很大 是吧 那么你的左右回转要平稳啊 当回转位停稳前不得反向作业 那么非重力下降式 塌掉严禁待载自由下降 这个好理解 是吧 好 那么施工电梯 这是我们放了一张在工地上强建的施工电梯的这种防护棚啊 那么凡建筑工地使用的施工电梯必须是通过省市自治区以上的主管部门鉴定合格和持有许可证的制造厂家的合格产品啊 这没有任何考点 所以你要选购 经过主管部门鉴定合格的合格产品啊 第二个就是在施工电梯周围五米内不得对方依然依报危险品 2.5米内应该搭设兼顾的防护棚 这是两个数字 五米内不得对方依然依报危险品 而且不得在这个范围内挖钩开槽 在电梯的2.5米范围内 你就要给我搭设防护棚 所以说大家看这个棚搭得足够安全了 是不是 电梯的2.5米的范围里 这个宽度也足够了 是不是啊 大家目测 那这个距离应该有三四米宽 这个防护棚 是不是啊 你说近深 对吧 好 如果说施工电梯需要载运 像沥青啊 浓酸浓碱 这样的危险品啊 融化厘清巨毒物品 强酸啊 融业啊 笨重的构建 易燃物品或其他的特殊材料时 那必须由技术部门 汇同安全机物和其他有关部门 制定安全措施 并且要向操作人员进行技术交底 也就是说你作为司机 作为操作 不是司机了 作为操作人员 你一定要知道你载运的是什么 如果是一些微化品 你也必须要清楚那些安全措施 好 那么载运货物应该做到均匀分布啊 警方偏载 是吧 物料不得超出这个踢笼之外 那么运行到上下近端的时候 不准以限位停车 所谓的限位停车 也就是达到它的极限高度停车 不要啊 如果你达到它的极限高度停车 非常危险 容易出安全事故 所以你尽可能不要到达顶端 是吧 要留一块安全距离 就这意思 不准以限位停车 就这意思 凡有以下情况的时候 应该停止运行 如果考你简答题 能不能答出来 指的是电梯 电梯 施工电梯遇到哪些情况应该停止运行呢 我估计你能达出来六级以上 大风大雨大雾 这些施工 这些天气原因 恶劣天气 这个估计大家能达出来 所以说第一条就是天气恶劣 比方说雷雨 六级以上 大风大雾 轨道结冰等情况 这是恶劣的天气 对不对 这是第一种情况 那么第二种情况呢 灯光不明 信号不清 看不清楚 那么施工电梯 也是不得运行的 灯光不明 信号不清 好 这是第二个 那第三个 如果本身施工机械 发生故障 未完全排除呢 这个或未彻底排除 这是第三条 就是你这个施工机械 施工电梯 本身就有问题 你也不得运行 还有一个 第四个就是 钢丝绳 断丝磨损 超过规定 那也不行 四条 又是考简答的 一定要 有逻辑关系的来去记忆 施工电梯在运行的时候 遇到哪些情况 要禁止运行 四条 第一个 恶劣的天气 第二个 叫灯光不明 信号不清 第三个 机械故障 未完全彻底排除 第四个 钢丝绳断裂或磨损 超过规定 这四条 把这个逻辑关系处理好 就很好去记忆了 是不是 好 那么物料提升机 物料提升机 那么 包括这个龙门架 或井子架的安全控制要点 那么 富墙架与架体 它与我们建筑物之间 肯定是要采取一个可靠的连接 刚性连接 是不是 不得连接在脚手架上 严寂使用钢丝绑扎 这大家都清楚 否则它容易什么 这肯定就失稳了 对吧 一定要采用 这个进行可靠连接 刚性连接 不得连接在这些临时的结构上 比方说脚手架 模板 是不是 好 最后 装 工机械的安全控制要点 那么装锤在试打过程当中 操作人员肯定必须要在安全 在距离装锤中心 几米以外 尖是5米 装锤 没有放一个大的一个 这个大装锤 凑合着看吧 这个 好 那么在压装的时候 这是精力压装 那么有那种大装锤 没有放 至少要在装锤中心 5米以外 那么在压装的时候 非工作人员 应该离机10米以外 非工作人员 那么起重机的起重臂下是严禁占人的 好 顶多两个数字需要大家记一下 最后一点 钢筋加工机械的安全控制要点 在工地上 钢筋防护棚是常见的 是吗 室外作业应该设置机棚 机械旁边应该堆放原材料 这样子我们运据尽可能的减少 那么冷拉场地应该在两端地毛外侧 设置警戒区 因为在拉钢筋的时候 总之有危险性 钢筋如果突然拉断了呢 对吧 那么这个钢筋突然的断裂 那么它可能会伤到周围的人 所以说要设警戒区 必安装安全防护栏 及警告标志 无关人员不得在此停留 操作人员在作业时 必须要离开 主要是什么钢筋 受压还是受拉 受了压我们才不 钢筋这个肯定是不能在这儿 受压的是不是 我们要钢筋拉长 主要是在调脂的时候 还可以顺便把它拉长 是吧 当然我不会允许它无限制的拉长 因为拉长的话 可以给我们施工单位 节约钢筋 我们是按长度去下料 是吧 所以说我们带类钢筋 我们说过可以允许你在把它调直的时候拉长 但伸长率不得超过百分之几 不得超过百分之一 光源钢筋呢 HPB300这种光源钢筋伸长率最多不超过百分之几 百分之四 是不是 它是有一个限制的 肯定不可能允许你无限制的拉 这样子的射工单位会节约很多成本 但是会造成很大的一个安全隐患 钢筋直接影响我们的安全性 是吧 好 那么这是指的是操作人员离开受拉钢筋两米以外 那么用延伸率控制的装置应该设置明显的限位标志 就像我刚才说的 伸长率最多是百分之一 那就在百分之一那个地方设置明显的限位装置 而且要有专人负责指挥 好这是施工机械 好的关于安全管理最后一点点内容呢就是我们之前讲过的安全事故 前面讲过的是质量事故 我们说过质量事故和安全事故啊 虽然他们依据的这个名号啊 这个条例是不一样的啊 不同的部委制定的 是不是啊 但是他们的划分的这个界限基本是相同的 都是按照人员的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来进行划分的 都是划分为四个等级 从最高级别来说特别重大 重大较大和一般事故 是不是 那么上捷克啊 突然之间问到说我们如果死亡了三个人 没有重伤也没有直接经济损失 职业就说我们死亡三个人 那么给我们这个安全事故定级的话 定为几级呢 三人以下 这个三指的是什么 只要是以下都不包含本数 只要是以上都包含本数 还记得吗 我们说三 划归到上一级 是不是啊 一定要注意界限的问题 既然谈到这里 不妨我们集体再来回顾一下那几个界限 死亡的人数是三十 三十 对吧 重伤的人数呢 重伤可以比他多一点 是吧 十 五十 多少 一百 对不对 都要多一点 由三变十 由十变五十 由三十变一百 是吧 那么 直接经济损失呢 是在重伤的基础上扩大一百倍 是不是啊 那就是一千万五千万 然后什么 一个亿 对不对啊 一个亿 那么质量事故和安全事故的区别是什么 安全无下限 也就是说对于安全事故 它的直接经济损失是一千万以下 而质量事故呢 是一千万以下 一百万以上 包括一百万 明白 再强调一下界限 归属于上部 界限归属于上部 也就是说重伤 如果说是三人的话 你不能 这是一般事故 是不是啊 这是一般事故 这是较大事故 这是重大事故 这个就是特别重大事故 能明白 这样子 再强调一下 界限归属于上部 是不是啊 好 那么建筑工程最常发生的安全事故 有哪些类型呢 据事故调查统计分析表明 这个我们在前面介绍过了五种 是不是啊 我们按照一个逻辑关系的话 首先是坍塌 比方说模板支架的整个的坍塌 那么只要发生坍塌了 那么就会有什么高处坠落 高处坠落下来就会有什么物体打击 坠落可能会什么 发生触电或机械伤害 五种 坍塌 高处坠落 坠落下来肯定有物体打击啊 是吧 然后机械伤害出电这五种 那么近几年来 这五种事故已经占到我们全部事故的80%到90% 应该重点加以防范 那么现交混凝土工程 最容易发生的事故是什么 模板支撑系统的整体坍塌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 高空坠落物体打击 还有什么 出电 就是比安全事故少了个什么 机械伤害 少了个机械伤害 好不好 好 那在混凝土浇注过程当中 最常发生的是什么呀 模板系统的整体坍塌 就是 好 相当于又再次巩固了一下这个知识点 好的 到此为止 所有的安全管理的知识点 我们全部讲完了 我们做几个题目巩固一下 那么这一部分我们就全须全尾的结束了 好吧 来 下两安全事故类型当中属于建筑物业 最常发生的五种事故的有 五种事故 指的是安全事故 这个题目我们之前做过了 是不是 高处坠落物体打击触电 还有什么 坍塌 坍塌 机械伤害 是吧 如果靠你简答题呢 也要对答如流 OK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 这个案例题 后面有一些题目我们是做过的 我们这一次呢 就把这个案例题完整的看一下啊 某新建的绽防工程啊 建筑面积呢 是56500平 地下一层地上三层框架结构 总高24米 我问一下总高24米 算不算高层 超过24米是高层 是吧 24米是不是高层 又是界限的问题 它正好就是24米 算不算高层 算 是的 算 24米 好 那么总承报单位搭设了双排构建式钢管脚架 超过24米 我们就要搭设什么 双排脚架 是不是啊 双排脚架 那么在施工过程当中 有大量建筑材料堆放在脚架的上面 结果发生了脚架的坍塌事件 那么造成一人死亡 四人重伤 一人轻伤 直接经济损失600多万 这个我们判定过它的类别是一般事故 对不对 事故调查中发生下列事件 事件一 经过检查 本项目 项目经理持有一级注册建造师证书和安全考核资格证书 电工 电器焊工 架子工等有特殊作业操作资格证书 这是一个背景材料 事件二 项目编制的重大危险源控制系统文件当中 仅含有重大危险源的辨识 重大危险源的管理工厂选址和土地使用规划等内容调查组要求补充完善也就是说他考我们重大危险源控制系统的组成有重大危险的辨识啊监查啊等等是吧就是考你简答题赤裸裸裸的考你能不能记住那七条对吧好双排脚脚架连强件被施工人员拆除了两处在使用过程当中是不能拆除的对吧 双排脚脚架同一区段上下两层脚手板堆放的材料重量均超过5000牛每平方 这个我们做过了 上下两层就是这个同一区段上下各层 施工材料总和 贺载不得超过多少来着 5000牛每平方 是吧啊 每层13的话乘以2就6000牛每平方超过了是吧 项目部呢啊对双排脚脚架在这个不是这个对打错了哈 对双排脚脚架在基础完成后价体搭设前搭设到设计高度以后 每次大风大雨等情况下均进行了阶段性的检查验修 呃并形成了书面检查记录 这个题目我们也做过并不是每次大风 六级大风 那么他说的这些检查的情况还不全 然后啊 还有比方说每大射完6到8米 比方说施加贺载之前 比方说停工使用一个月以后 比方说这个洞区解冻以后 是吧啊 这些都是需要做阶段检查和验收的 这是需要你补充的 好 那么问题事件一 施工企业还有哪些人员需要取得安全考核资格证书 及其证书的类别 这个就在安全管理那块安全教育培训还有印象吗 三类人员 企业的主要负责人 是吧 项目经理还有安全管理人员 是吧 他有三类人 三类人 这种三类管理人员 是吧 大boss 项目上的 还有一般普通的管理人员 他们都要取得安全考核资格证书 但他们的证书类别是不一样的 是吧 那么与建筑起证作业相关的特种作业人员 刚才我们介绍了 是吧 安装拆写工啊 思索工啊 信号工啊 是吧 好 那么事件二中重大危险控制系统的组成 这不说了 是吧 交手家哪些情况下也要进行阶段检查和验收啊 那么这个生产安全事故有几个等级啊 四个本事故属于哪个等级啊 一般事故 每个题目我们在前面 每个题目都做过是吧 就是第一个题目我没做过 这四个题目合起来就是一个完整的案例题 二十分啊 这是2015吧 或者2016考的一个真题啊 那么 我们 这个安全培训 哪些人需要取得安全考核资格证书三类人员是吧 企业大boss 主要负责人是吧 A证 然后我们的这个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这是c证 那个b证是谁啊 项目经理啊 啊 项目经理啊 就是安全管理人员啊 那么与其中相关的 其中作业相关的特种作业人员 我就不说了是吧 重大危险的辨识 还有以下四个啊 好嘞 那么这个交手架这个不妥之处 还有哪些情况需要检查和验收 这个到前面都介绍过了 是不是啊 这都不多说了啊 那么这个生产事故啊 生产安全事故的分类 这个前面也做过了 是不是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个案例哈 某事工单位成建了某学生活动中心 地下两层 地上16层 地上16层按你的常规来判断 如果层高最低是3米的话 还48米肯定是高层了 是吧 钢筋混凝土法板基础 地上结构为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 那么首层阶梯报告厅局部的层高是21米 啊局部的层高21米 那么模板直接支撑在地基土上啊 那么填充墙为普通的混凝土小型空心区块 我们看一下问题 基础工程施工完成后 施工单位自检合格 总监理工程师签署了质量控制资料符合要求 审查意见的基础上 监理工程师组织 施工单位的项目负责人 项目技术负责人 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 进行了地基与基础分布工程的验收 当你看到这一点的话 你就知道哦 这个题目能不能猜到问题是什么 主要是考你什么 分布工程验收的组织程序啊 谁来组织啊 地基基础工程的分布工程的验收 能不能是由普通的建立工程师组织啊 不能 要由总建立工程师或建设单位的项目负责人 是吧 那么谁来参加呢 参加的人员他告诉了我们俩 呃看一下哈 那项目上的 施工单位这个项目的负责人和技术负责人 这是肯定要到位的 他还告诉了我们说建设单位的项目负责人啊 这个也是必须要到位 因为他最后要签字 还有谁要到位 先说外单位的 因为地基基础工程与其他的分布工程不同 此时谁要参加 勘查单位 所以说设计单位和勘查单位的项目负责人要到位 还有谁 施工单位只来这两个领导 而且还都是项目上的领导级别够吗 建设单位业主的项目负责人领导都来了 你施工单位总部不来个领导吗 得来啊 来哪个领导啊 施工单位技术和质量部门的负责人必须要到位 施工企业技术质量部门这两个领导要到位 项目的负责人和技术负责人 这就是来验收你们这个项目的这两个领导是必须要到位的 所以说施工单位最起码这四个人要到位 对不对 然后再加上什么 人家的监理建设单位 勘查单位 设计单位 这四个单位的什么负责人 项目负责人 没有必要把人家单位的主要负责人进来 项目负责人 事件二 项目经理部为了搞好现场管理 加快施工进度制定了一系列的管理制度 并从现场实际条件出发 做了以下具体的安排 一场地四周设置1.5米高的现场围档 进行封闭管理 对吧 最起码应该是多少 一般路段是1.8米 主要路段是2.5米 要兼顾美观 而且要连续设置 对不对 这是对这个现场围档的一切要求 以临时建筑部组 安排部分工人住在已建成的该工地地下室内 再建工地 再建工程 能不能住人 不能 再建工程是不得作为农民工宿舍的 这是错误的 为了保证消防用水 安装了一根管径是50毫米的消防树管 平时兼做楼层的施工供水 可以吗 对于高层 必须要安装 临时的消防树管 管径不得小于多少来着 不得小于75个毫米 而且能不能兼做施工供水 不可以 是不是 他是保证万一发生意外的时候 他来供水的 是吧 消防树管 平时是不得作为施工供水的 事件三 外装修施工时 施工单位搭设了扣建式钢管交手架 立杆进行搭接 立杆除去顶层顶部以外 是不允许进行搭接的 是吧 那么横向扫地杆采用对接扣接 立杆的 不能顶层顶部 可以搭接 其他要什么 要用对接扣建 连接是吧 那么纵向扫地杆和横向扫地杆 他们连接的时候 要用什么连接的 谁在身上 要用什么 对接吗 应该是直角扣建吧 他们俩方向不一样 肯定要直角扣建 是不是 这是一个错误 固定在紧靠纵向扫地杆 上方的立杆上 纵向扫地杆和横向扫地杆 都是固定在立杆上的 谁在上 谁在下呢 我们说 对于横杆是顶天立地的 对扫地横杆 横向扫地杆 它是在最下部的 在纵向扫地杆下部 是不是 所以说 应该是纵向扫地杆下方 是吧 好 那么脚手架立杆基础 不在同一高度的地方 那么将高处的纵向扫地杆 向低处延长一块 与立杆固定 是延长一块吗 应该是延长两块吧 是不是 而且我们要求这个 不在同一高度 这高差不得大于一米 是不是 好 外侧立面两端设置一道剪刀称 外侧立面两端设置剪刀称 中间各道剪刀称的近距离是15米 确实我们有要求 关于剪刀称的话 有一个近距15米的要求 那个前提是什么 是高度小于24米的 是不是 高度小于24米的话 你要在两端设置剪刀称 然后中间的剪刀称 间距不得超过15米就可以了 对吧 但是这个建筑地上16层啊 各位 虽然没有告诉你层高 你猜也能猜到 这肯定是一个高层建筑 高层建筑超过24米的话 我们的剪刀称是什么 连续设置的 是不是 这个根本就不对 对不对 应该是连续设置 由底到顶 由左到右 是不是 沿着整个建筑物外立面的长度 要连续设置剪刀称 是不是 剪刀称斜杆与地面的 轻角是30度 多少度合适啊 45到60度吧 是不是啊 而且最起码要横跨4块 是不是啊 这个斜杆最起码要横跨4块 是吧 架体搭设完成后 进行了验收检查 建立工程师提出了检查验收 看到这句话 搭设完成后 脚手架的阶段检查和验收 都有哪些情况啊 它不是整体验收 它是分阶段检查和验收 刚刚那个案例题 就考到这一点了 是吧 所以说每年 脚手架 都会有相关的考点 涉及到它 大家一定要认真啊 无非也就是我们学过的这些知识点 离不开这些啊 所以说 事件一呢 就考你说 这个项目经理组织 这个基础工程验收 是否合适 肯定不合适 对不对 好 那么这个验收还应该包括哪些人员参加 刚才我们都提到了 是不是啊 刚才说那工作安排是否妥当 比方说围档 一点五米啊 比方说地下室住人呢 比方说那个树管是五十毫米啊 是否妥当啊 正确做法 刚才都说了 脚手架搭设的错误 我们也都说了 是不是 哪些情况下还需要对检查 对脚手架及其第一基础 进行检查和验收啊 是不是啊 果然考这个问题了 是不是啊 好 所以说 那么这些问题 刚刚我都一一答复了 是吧 大家也都有答案 我就不再赘述了 好不好 我都不再赘述了 好嘞 那么关于这个案例题 我们就讲到这里 就讲到这里 好 需要检查验收的情况 好 2 3 3 5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